为什么你的青菜圈蒸出来总是发黄发粘 没有人家饭间里那个青菜圈绿油油的那个色泽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干货全拿走 可见就在前 大家好 我是平方黄老师 做好这两点 不管你咋做咋蒸 青菜圈依然碧绿如冲 第一点 青菜洗净 操水去炒酸 繁华的主要原因 就是青菜里的酸性物质炒酸 没有吸出 草酸也就是酸 它是青菜发黄发粘的主要原因 所以呢 操水前 开水里先加点小苏打 小苏打是弱减 这样菜里面吸出的草酸 就能酸减中和 它就不会是酸负责的菜上了 这样就把酸对菜的影响 彻底的去除掉了 也可以少淋点油 油也有初步忽塞的作用 做一操的断生就可以了 捞起来立马进冰水 一热一冷 它的绿色素能锁住不流失 把菜里面水挤挤挤脚 不然包出来炫水闹闹的不好吃 上刀切碎好包之 香味也是一样 操水切成小丁 准备工作完成了 如果接下来直接拌绿 虽然是绿了 但是没有那种绿油油的 勾人食欲的那个感觉 所以第二点来了 下调料前给点五香料油 菜都是清爽寡油的 给点油 你看油溶溶的 这个绿油油的感觉 立马就出来了 同时它还能封住菜的刀口 防止下调料后 菜出水 调料极其简单 盐打几味 白糖是味道融合 极其鲜 这种旋要突出青菜和香菇 本身的清香 效果到底怎么样 蒸茶包包子 包了两笼 咱蒸出来看一看 上开水锅 加上盖 用大火开始蒸 上去后即死 八分钟干干脆脆的 起笼盖下笼 你看包子白白胖胖 蓬蓬酸软 但这不是今天的主题 冒着热气撕开 看看里面的绿 这才是今天重点要讲的 对比鸭颜色 蒸过的 没蒸的 同样绿油油 没粘瓣 没发黄 皮板 旋律 漂亮 小吃虽小 也有大学梦 关注我们 学习更多 专业的餐饮小吃 超业技术 咱们下节课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